大家好,我是小慧,欢迎你来到我的频道,我们将每天陪伴你。 奉劝男性,若不想被前列腺炎折磨下半生,尽早改掉这六大习惯。 我以为年纪大了,男人或多或少会有点前列腺增生的毛病,怎么也不会想到是癌症。 周先生后悔地说道,今年58岁的周先生,这一年多以来,一直饱受尿频、液尿次数增加、尿不浸等情况的折磨,开始的时候他以为是前列腺增生引起,想着忍忍就过去了。 没想到,半年过去了,情况越来越严重了,连腰背也开始出现疼痛,他还是不愿意去医院检查,而是自行去药店购买了一些之前列腺增生的药来吃,但依旧没有缓解,反而下肢还出现了异常的麻木疼痛,后期连正常的走路都走不动,整个人瘫痪在床。 妻子终于看不下去了,拉着他去医院检查,结果周先生被确诊为前列腺癌晚期,伴随多发股转移,失去了治疗的机会。 对此,医生觉得十分惋惜,周先生如果可以在身体出现症状时,就及时就医,病情也不至于发展至此。 一、前列腺癌容易缠上这五类男性,自测一下是否在列。 前列腺是男性独有的形似核桃的小腺体,主要是起到分泌前列腺液和控制排尿的作用。 前列腺癌,顾名思义是生长前列腺的癌症,根据病例可分为腺癌、导管腺癌、尿路上皮癌、磷状细胞癌以及腺磷癌等多种类型。 其中,腺癌的占比最多,达到95以上。 人们常说的前列腺癌就是指腺癌。 根据国家癌症中心发布的2022年度恶性肿瘤疾病负担报告显示,我国前列腺癌年发病人数为13.42万人,排恶性肿瘤的第九位,发病率为18.610万人。 在男性恶性肿瘤中排名第六,死亡人数为4.75万,占所有恶性肿瘤的第11位,在男性恶性肿瘤死亡中排名第七位。 目前,前列腺癌的发病机制尚未明确,可能与多种因素有关,尤其是以下几类男性,被前列腺癌盯上的风险会更高。 一,家族内有病史。数据显示,约有十分之一的前列腺癌患者家族里有亲属曾患过前列腺癌,可以说前列腺癌具有一定的遗传倾向,有病史的人要多加注意。 二,五十岁以上的男性。 前列腺癌的发病率与年龄成正相关关系,五十岁之前的发病率较低,五十岁之后发病率会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增加。 六十五,八十岁是最高发的年龄段。 三,饮食不健康人群。 长期摄入大量高脂肪食物的人,发生前列腺癌的风险也会比其他人要高,且这类人群更容易肥胖。 肥胖也会增加患癌的风险。 四,雄激素分泌旺盛者。 男性前列腺的活跃程度与雄激素分泌之间有很大关系。 长期分泌大量雄激素的男性体内前列腺癌细胞也会因此而变得活跃,更容易增加患癌的风险。 五,反复感染人群。 离患前列腺癌等疾病的患者,没有及时进行干预治疗,让炎症发作,会让前列腺一直暴露在病毒、炎症下。 相较于其他人,发生癌变的风险也恶更高。 二,前列腺癌发现就是中晚期,出现五种异常要当心。 前列腺癌的早期症状并不明显,因此很难及时发现。 我国超过三分之二的前列腺癌患者在发现时就已经是中晚期,进而导致我国前列腺癌患者的五年生存率远低于日本以及欧美国家和地区。 前列腺癌虽然狡猾,但只要细心观察,还是会发现一些蛛丝马迹。 河南省中医院中西医结合生殖中心主任孙自学提醒。 当男性尤其是中老年男性出现以下五种症状时,一定要及早就医检查。 骨痛,约有90的前列腺癌患者在晚期会以骨痛为首发症状就诊,通常会出现在确诊的前几天,甚至几个月前出现。 发生骨痛的部位与癌症发生转移的部位相关。 前列腺癌的好发转移部位为椎骨、胸腰椎、骨盆、肋骨,还可能会发生骨骨、颅骨以及胸骨转移。 发生骨转移后,患者身上会出现顽固性的疼痛,其中又以腰底部宽骨疼痛最为多见。 排尿困难 早期前列腺癌患者由于病造体积较小,不会压迫尿道,所以一般不会有排尿异常症状。 随着病杂不断变大,会压迫到尿道,进而出现尿线变系、尿无力以及排尿中断等异常症状。 血尿血经 癌细胞侵犯到后尿道,膀胱颈部会引起异常的血尿症状出现,一般会在刚排尿时出现症状。 中后段的尿液正常,也有部分患者会出现后段血尿,但一般不会有全程血尿。 全身症状 癌症是一种全身消耗性疾病,会引起患者出现不明原因的乏力、体重下降、低烧以及贫血等症状。 与所有癌症一样,早发现、早治疗是提高前列腺癌生存率的重要方法之一。 广东省医学会泌尿外科分会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黄海教授指出,一般建议60岁以上男性以及家族内有遗传病史、存在基因等影响的高风险人群,病期进行PSA筛查。 除了PSA筛查外,诊断前列腺癌还可以进行经直肠的高分辨率超生,多参数磁共振,前列腺穿刺活检病理等。 三、下半身不想被前列腺疾病折磨,六种习惯尽早改。 前列腺在不同的年龄段有不同的病变风险,中青年男性容易出现急慢性前列腺炎,50岁以上的中老年男性容易罹患前列腺增生、前列腺癌。 日常的这些行为容易促进前列腺疾病的发生。 如果你身上也有这些习惯的话,要尽快改掉。 一、久坐不动。 久坐会导致前列腺负担加重,血液循环变差,容易让前列腺慢性充血,局部代谢产物堆积,诱发慢性前列腺炎症。 二、经常憋尿。 憋尿会导致膀胱过度充盈胀大,让男性排尿无力,进而导致局部压力增大,血流不畅。 容易引起前列腺肥大。 三、不注重保暖。 前列腺上有丰富的肾上腺受体,在受粮时很容易出现交感神经兴奋、肾上腺收缩,导致尿道内的压力上升,影响正常排尿。 而排尿困难容易对前列腺产生不良影响,增加前列腺的病变风险。 四、性生活过度、节制。 过度进行防湿或盲目禁欲会让前列腺不正常地冲血,容易导致前列腺炎发生。 五、爱吃辛辣食品。 辛辣食物会对前列腺、尿道带来刺激作用。 食用后容易出现尿道不适、灼热症状,且会让前列腺血管扩张、水肿,使前列腺抵抗力下降,容易引起极慢性前列腺炎发生。 六、滥用抗生素。 不规范地使用抗生素很容易引起前列腺感染、前列腺炎以及前列腺炎反复发作。 前列腺是男性重要的生命腺,日常要学会保护前列腺,避免因为不当的行为而诱发疾病。 好了,朋友们,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我们下期见。